据环球网报道称 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伊朗进行访问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9日报道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裔 当天在德黑兰与普京会晤时说 即便俄罗斯没有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 北约最终也会发动战争 战争是一个暴力且棘手的问题 伊斯兰共和国绝不乐意平民卷入其肉 但在乌克兰问题上 如果不是你采取主动 那么对方就会采取主动并挑起战争 哈梅内裔说 半岛电视台引述他的话称 如果北约面前的道路畅通无阻 那么他会无所顾及 如果他在乌克兰的行动没有被阻止 那么他也会以克里米亚为借口 发动同样的战争 据报道普京19日就平民在俄湖冲突中丧生 表示这是巨大悲剧 但他说是西方的做法引发了俄罗斯的反应 半岛电视台还称 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天发布了一张 哈梅内裔与普京握手的照片 这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出现的罕见场景 半岛电视台提到 哈梅内裔此前仅于今年5月突然访问德黑兰的叙利亚总统 巴什尔·阿萨德握手 报道介绍说 这是普京自2007年以来第五次访问伊朗德黑兰 他曾与2007年首次访问德黑兰 随后分别于2015年2017年和2018年访问德黑兰 此外 这是自俄乎冲突爆发后普京第二次外访 当地时间7月19日晚 伊朗总统莱西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端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会谈 就在阿斯塔纳进程框架下解决 叙利亚问题交换了意见 据伊朗外交部网站消息 三方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强调 阿斯塔纳进程在和平 可持续解决叙利亚危机方面的主导作用 重申对叙利亚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 以及对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坚定承诺 表示决心继续共同努力 打击其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 重申相信叙利亚冲突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 叙利亚问题阿斯塔纳会谈由俄罗斯 土耳其伊朗三国于2017年1月发起 主要目的是推动叙利亚境内政府军 与反对派武装实现停火 并合作打击叙利亚境内恐怖组织 就叙利亚国内重大政治问题 达成意向性共识 寻求叙利亚危机解决方案 在这一和谈气质框架下 有关方面多次召开国际会议